苏联曾有一个远大的理想,挖一个生动冲南地下望远近,借此追寻地心的秘密。 事实上,苏联也这么做了,并且耗费了十年的时间,然而十年后苏联便在无动作,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,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钱,恰逢冷战时期,苏联若将经费大量投资在科研上,短时间内不会给自己带来明显成效,同时为避免其他国家趁虚而入,因此苏联搁置了这一计划,其次是非自然现象的出现。 据说在乡下挖洞时,曾有人听到过一场的声音,像是无数人的惨叫之声,更顺着说,看到两只怪物自下而上爬出,让人大惊失色。 但关于这种传绊,极有可能只是一个掩饰的借口,毕竟这种灵异现象,无人能解释得清楚,自然也会不了了之。 在此时技术问题,开采地壳可不是个简单的运动,需要讨论诸多影响因子,例如,地热,钻机类型,测试仪器等。 由于技术的限制,在1983年之后,行动推进相当缓慢,同时浪费着人力和财力,若是在和平时期,这种投入也无可厚非。 可是当时是两国冷战之时,一朝不慎便会有天法地覆的变化。 所以,尽管苏联的愿望很美好,但也只能起之一边,最后是政治原因。 冷战期间,为了和美国一较高下,苏联有些急功建立。 其实,不仅是苏联,美国亦是如此,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,显示自己的强大实力,两国都以钻研地球为目标。 就是,为了分个高低,一旦哪个国家率先将地球研究透彻,其一一级影响无疑是巨大的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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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